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法的记忆也醒来以后就成书法大家了 那就不用刻苦去学习了 所以不太相信 其实我觉得说半信半疑这个词不太准 应该说可信可疑 怎么讲 这个可信呢 就是你看到书学论著上 或者某些个数学记事上 有这么多的说书法家在梦中有身先传译 然后使他的记忆大进 有这么多的一些记载 不应该说都是假的 肯定有人做过这些梦 或者类似的 因为不用往远处说 我本人就经常做类似这样的梦 只是没有梦得过身先传译 但是我在梦中经常写字 经常跟人跟人家谈到书法这个问题 这是经常的事情 我在睡觉的时候 经常被我妻子把我推醒 说什么呢 他说大半夜的你又写上了 这怎么回事呢 就睡梦当中啊 我这手啊 还在不听写字 把我推醒之后 你问我是做什么梦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手啊 一直就是在这个被枕上边 哗来哗去 瑟瑟发响 吵得我妻子睡不了觉 你想夜深了 你手在这个背上 叉啦叉啦 这么摸着瑟瑟作响 谁睡不好 但是呢 我也知道是在写字 他也知道 因为总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事情是经常有的 但是梦中传译 碰上个神仙 我没遇到过这种梦 因此呢 这字始终没写好 这个在古代的一些书法家们 经常记载了梦中有仙人传译的这种故事 比如说 汪献之 汪献之就做过这样的梦 黄瑟说 你字写的这么好 他说 我是有一次在一个大树下边睡着了 在顺梦当中呢 飞来一只神鸟 这个神鸟啊 爪子上面 抓着一只笔 交给我写字 于是呢 我到醒来以后 我这个书以大增 这些字我都记住 怎么教的我都记住 所以我这个这个书法 就是后来进步非常的快 为这件事情 孙过廷大没脑火 就是他写那本书谱 在当中就提到这句话 他说 王献之啊 齿充家饭 假托身仙 这明明是你跟你爸爸学的写字啊 是王羲之教的你啊 那是家饭 家庭里边的这个 经常给你 作为范例的这么一个典范 你呢 却不说你跟你爸学的 你说跟你生鸟学的 这个孙过廷接受不了 就认为 齿充家饭 假托身仙 身鸟嘛 就是身仙嘛 来穿衣 这就不可信 就要胡说 我们解释这个故事 有可能 王献之真的就做了个梦 梦到一个身鸟 教他写字 但是 我们也尊重孙过廷讲的的话 不会是身鸟教会他写字 还是他家里那个 神父教的 我们说你神父 不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其他的神父 是指的家里有一个 类似身仙一样的父亲 王羲之脚 这是 我们可信的 但是呢 我们会想到这么个问题 就是有些事情啊 白天 一再的 民思苦索 问题不得解决 或者是 成年累月的 这么 淡经节律的研究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呢 可能在 睡梦当中 忽然有所悟 也不管是 遇到身仙 遇到身鸟 哎 有这样的个 故事过程并不重要 关键重要的是 他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啊 他在想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 他在 昏睡当中 他仍然 这根弦还在继续工作 就 就这颗 神经线 还没有休息 还在继续思索当中 可能有些问题 不解的问题 是在 睡梦当中 想到的 比如说我本人 我爱写诗 我这个诗词水平啊 相当差 一点不是客气 非常差 有时 因为这么一两句诗 我简直是 搜索 哭长 就找不到一个好句子 睡 睡在床之后 还在脑袋中 怎么想这两句语 或者拼色不挑 或者意义不深刻 或者语不惊人 反复的想 睡着以后 哎 也许是在半了婚 半睡的这个 呃 半睡半醒的过程当中 嗯 忽有所悟 哎 想起来 这呀 这句好啊 于是呢 赶紧爬起床来 把这几句记起来 有时候就是在这种 呃 服装搭扮的老人 哎 于是他叫我写字 我跟他学习写字之后 然后醒了之后 我得这个树一打尽 而且还有旁证 就是蔡经 嗯 蔡经 有一次看到米福 写着字 因为蔡经跟他经常在一起嘛 嗯 对他字很熟 忽然发现 这个字形大变 啊 有着突飞猛进 比原来好多了 蔡经大惊 说米福 这怎么了 这怎么字变成这个样子了 而且还这么好 问到米福 说米福就 说这么一个 自己做梦 就有古人穿意的 这么一个过程 后来清代的央军 我们可举着很多很多的例子 都有梦中学义的这个过程 但是这些东西啊 我们用这么一个方法来解释 就是说 有见物 有顿物的这么一个过程 可能这个顿物的时期啊 正好赶在梦中 这是必然的一个过程 见物 就是开始一点一点点 比如说 种种不懂 种种不懂 而在你躺下睡眠的时候 这时候你还在思索当中 或有一个顿物的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当中 可能在睡梦过程当中 就遇到了这个答案 这可能 因为不仅是输意问题 是其他各种技能 包括有些科学家的发明 又往往也是在睡梦当中 忽然有了答案 我解释什么呢 比如说 有这么一个笑话 就说 这个有一个人啊 非常饥饿 在那吃烧饼 这个烧饼可能咱们 这个天津的话吧 外地又叫烧饼 又叫炊饼 叫烤饼 等等 我们不管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是了 吃了一个不饱 而且越发饥饿 又吃第二顿 还不饱 第三个 第四个都不饱 最后呢 剩一个糊烧饼 就是烤糊的一个烧饼 把这个吃下去 饱了 于是这个人就说了 我要早吃这个糊烧饼啊 解饱 我前面四个就不吃了 听来这是个可笑荒唐的 实际上 这个道理就是告诉大家 那个糊烧饼 前面有那四个烧饼垫底 我第一次就说 必然是书法家在做梦 遇到身先穿衣 如果这个人 他根本就不爱好书法 他也不懂书法 就不会有身先梦中穿衣 教给他书法 更不要谈书一大计 而且书法这东西 也不是说做一个梦 醒了之后啊 我就比以前 就有什么什么大的改变 就可能在梦中当中 悟到一些方法 不管是谁告诉他的 然后醒来之后 按这个方法练习 日有所寂 这种可能性会有的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不能不想到鲁迅先生 有这么一段话 鲁迅呢 就是论述这个梦 他两句非常精辟的语言 他说呀 做梦是真实的 说梦就未必可信 你看这话说得好 我们人人都做梦 做梦的过程当中 喜怒哀乐 忧恐惊 各种心理活动 遇到的事情 自己认为是真实的 那么这个睡梦当中 这个过程 应该是做梦的人 真实的一种感情 但是醒了以后 他跟别人说这个梦的时候 他就可能演绎 加工 甚至改变本质 或者是借用这个梦 来另外有其他的目的 所以这个做梦是真实的 说梦就未必可信 因此 有些个书法家 他自己口述的这个梦境 可能有些是真实的 可能有的是虚构的 或者是发挥演绎的东西 因此 我就想到 这个 俄国有个评论家 他叫别林斯基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有些发明创造 只能用梦来解释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朋友们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仓字 这个仓 就是仓库的仓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字呢 一个是 这个字本身 书写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有一些法则需要告诉大家 再有一点呢 就这个仓字 和其他的偏旁部首组合以后 还有很多的 这个 相近的一些个字形 比如说 沧海的仓 穿仓的仓 比如说这个 创然的 这个创字 等等 跟这个字 都有关系 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字的 写起来 它的规范字 也就是 我们指的规范字 是指的 繁体当中的 规范的写法 先介绍给大家 谢谢着 来 啊 那 那 这 我们这么写这个仓字 是基本是一个规范字 但在规范字当中呢 还有一种这样写 就是把上边的这个人字呢 把它放开 写成一个纳笔 这样写 我们现在要和大家 要重点介绍的是 悲帖当中一种常见的这种写法 当然这样写 上面下面这两种写法 在悲帖当中也能见得到 但是更多的不是这样写 为什么介绍悲帖的写法呢 因为在解体字形 技术上的要求 有许多不同 大家看一下 悲帖当中常见的这种写法 是这样的 注意这一笔是长的 注意这一笔 一个关键的不同 下方这一横 因为长出来 等于在这一部分看 是个君臣的君了 为什么要这样写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古代书法家 基本上都这样写 我说的基本上 那么这个字写法上 有哪些不同呢 在技术上有哪些要求呢 注意看 这一撇 要短 要平 注意这一撇 要短 要平 不能像其他的这个人字头 放开了些 这要变成一个反点 反那 一个长点 一个反那 上边是紧凑的 下方是放开的 特别要注意 下方这一撇 上方那撇是压缩了 下方那撇是压长 注意看 是这么放开了 然后这一笔 在这个地方 插入 是这样 所以这个字形呢 如果你看不惯 倒觉得 它好像又窄又瘦 显得上边的不能覆盖下方 觉得 在字形并不美 实际上 你看惯了 理解了古人的这个结构的特点 你才感到 这个字原来 有很深奥的一些个 技术层面 我们再写下 大家看啊 撇要平 第一笔 要短 要平 反那 是个长点 点 这笔要长 更要长 这一片 要放出来 是这样写 大家注意啊 这个字啊 它上面这一片 是相对平的 下方一片是陡峭的 是比较直的 因此这两片 我们看来应该是这样的 这第一片是这样一个位置 第二片是这样一个位置 又长 又陡峭 跟上面这两个片 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而且 写下来说 它就一定的难度 因此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仓字 从点化上看 难度不大 关键就是这个结构 这个感觉要 要对 要准 那么 和其他的字形 联系起来看 是个什么状况呢 比如说 沧海的舱子 注意 这个条比一定是 要直一点 向上 不能横着条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个舱子的 行书写法 这里要需要提一点 还是上边 紧凑 下方要放开 再看一遍 前辈书家 写在下方这一篇书 非常的长 包括燕真卿 他虽然呢 没有把中间这一横 探到外面来 但是仍然这一篇 非常长 而有力量 所以 我们在写这一笔的时候 一定要放出来 而且呢 前辈书家 写到最后的 这一个 篇的时候 往往不用 盾手 常常是锐手 就是直接撇出来 就是这样 撇出来 而不用这种方法 或是这样 但是 不要把它讲绝对 也见过 也见过前辈书家 用顿片的 但是少 把这一片 用锐片撇出来 再看一下 所以下边从水平线看 这在这儿了 这在这儿 放得很长 所以这是在 行书 楷书当中 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上面那个短片 和下方的这个 这个长片 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而且一定要把下边这个 唱片 不管是楷书 还是新书 都要放出来 那么新书 就放得更长一些 我们看一看 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这就是 仓字草书 唱片不见了 短片也不见了 短片变成这样 所以上边的 这个仁字头的 都应该是这样写 到草书 下方呢 就是这样一拐弯 或者是 还有一种写法 把点点到外面来 注意看下方的不同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这样 这两种写法 这两种写法 还有呢 前辈书家这样写 一笔过来 下面写两笔 然后再转过来 这等于多加了一笔 这样写也有 所以大家知道有这种 几种写法 再看 一种 两种 这点放到外面来 还有一种呢 就是多加一拐弯 转过来 再点写 再看 这样写 凯清朝的三种书体的仓字 就暂时向大家介绍这么多 那就是 这种写法